在我們的首頁這邊 事實上新制圖最主要就是要你從思考方面改變 反正軟體只是工具 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剛剛介紹一些 還不錯的那個小工具 可是我並不是小工具的忠實愛用者 為什麼 只要我比它好的 我隨時就跳槽 因為我要的並不是那個軟體 而是要協助我把我要的工作 或者我要做的事情做好 對不對 工具只是一個輔助性的 那新制圖也是一樣 你不見得要用XMILE的 你只要能夠達到你想要的 我當初想的是怎麼樣 做到最好就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你看 利用新制圖 這個內容不是我做的 所以我寫一下 它是來自這邊的 因為這個不是我的 所以我要稍微寫一下 那 你看我們在生產力的部分 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資訊很多 資訊很多 沒錯 可是怎麼樣 把你所接收到的資訊 通通能夠清楚的列出來 把它清楚列出來 當然有些時候 如果真的太多 你可以把它收起來 這裡不是有個加號嗎 對不對 你如果說有些時候 你要把它列印出來之後 怕弄太多 會嚇到人 有沒有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當然收起來這個也有快速鍵 你看這個按右鍵 它有一個展開 是跟收起來 所以信號跟斜線 看你常用不常用 如果常用就把它稍微弄起來 好 技巧 那你看你有比較好的組織性 沒有錯吧 因為你可以很方便去調整 好 你所思考到的東西 好 你想要到的主題 那 當然這樣就會相對比較清楚 其他下面這些應該就 還好 那 最主要是說 你在分析 判斷 是不是 東西比較多 就比較有機會 對不對 從裡面再找到更完整的東西 對不對 那 一樣的 你也 如果有漏洞的話 或者是有新的點子 可能也會因為這樣激發出來 其實我會比較建議就是你在 用這些工具的時候 盡量放輕鬆 好 壓力太大會想不出來 對不對 你放輕鬆的 其實 你說我要不要很認真 你要不要打字很快 不見得嘛 但是我可以把我的東西很仔細的 把它弄出來 輕鬆把它弄出來的話 你會更完整 那 協調性也是一樣 你看看其實 有些時候我們的討論 不在於一個人 可能是一個小組 對不對 一個team 那 每個人都可以想 那麼 如果 你有 好的東西 你也可以把它想好之後 大家彼此分享這個新資討 再把它匯整成一個 這樣是不是就 更完整 因為每個人想的會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從裡面再找到一些資料 那創造這個更不用說 好 所以 你可以發現說 我們經過這樣整個一個學習的過程 新資圖 真的可以 比較完整的 呈現你當初想要的 那 這裡呢 還有一個稍微留意一下 我剛剛 講到 就是 我們在做這個新資圖 開個新的檔案的時候 你看它的背景有沒有一點顏色 有人搖頭 有人扁頭 這個有點顏色 它事實上不是白色的 你看我點到旁邊 你們如果要看它的背景顏色 點到旁邊就好了 這裡有沒有一個背景顏色 甚至你可以用一張背景圖片也可以 好像網頁一樣 可以設定背景圖片 那麼如果你希望你的那個分枝長得比較漂亮 有沒有 在這邊有沒有 它是不是最壯的 然後有點這樣子 那你可以來這邊 點到 記得就是不要選到主題 點到旁邊空白的地方 你這兩個勾起來 就會像我在這邊這個一樣 這樣了解嗎 好 這裡就會變得 最壯的 如果說要讓它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點的話 背景顏色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是有點顏色的 如果你要列印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用白色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是在 寫這個內容的階段 我會覺得這個顏色比較好 因為 你用白色的 對比太強烈 有沒有 你看你自己試看看 你用白色的 跟用剛剛這個有點灰灰的 這個是不算灰的 那個顏色 等一下要找回來 就是你用白色的 有沒有發現眼睛比較不舒服 對不對 所以 有點討厭 我們網列很多背景的白色的 所以 這樣子你可能在看的時候 就因為對比太強烈 就覺得不舒服 這個是 跟各位稍微修明一下的 那最後呢 我們利用一點時間 問一下大家 請問 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都還OK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間 難得上課有 可以有空一點時間 那不然就是說 各位先試看看 好不好 那 等一下呢 我就一樣 下去幫各位看看 你可能在用的過程 有問題的 我們看能不能馬上解決